2011秋天最深的激动 记得我们有约 好这种大选拼实力 但是有时候是不是也得靠天时地利呢 蔡英文本身虽然是也没有特别的信仰 不过幕僚安排的 不管是拜庙行程 或者是竞选总部的风水摆震 甚至是祖坟的特别设计 蔡英文几乎是照单全手 能拜的该拜的都拜了 非典型小英突然很典型 但就怕佛光普照不够力 蔡英文全国俊宣总部成立 还是有请大师积极如律令 今天两世纪念 先心前来国际 先车阔天金阔欲望大帝 富贴丘地 红薄牛牛 这个是民间习俗 几米一百年薄 可以给小英的小额肩款比较多 招财 铜钱正一步 好似天罡地煞一百零八颗星加持 蔡英文气势跟着东升水起 就这么将将好 三只小猪匆匆匆 杀得南军措手不及 不管是选战策略奏效 还是巧合的只能笑笑 小英稀票机 选票 钞票 通通拿到 由我们党公平带领 所有的希望 拜托五号 谢谢 谢谢 问鬼神也问昌生 小猪诉求切中基层的心 至上百正 罗盘指点迷津 竞选总部明堂开朗 左扶右靠 万神朝拜 挟着天命真女格局 趋吉避凶 蔡英文民调也跟着步步进逼 然而三分天主定 七分可怕拼 不能超知在己的命运玄机 总有一些难以参透的道理 或许只能想象是祖上必应 而且南北呼应 很久不管去看他们是因为 大家都觉得很困扰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给我爸爸 办的最后一件事情 我妈将来也要在那里 爸爸的长眠之地 被拿来做文章 蔡英文差点就在镜头前溃提 小英有她的坚持 但总管不住 茶余犯后的好奇 前面有一个凸那个叫做关 这边这个凸叫做印 叫做说关印 第一位有一句话说 春秋忘掉岸家材富万元 这个是花年贵 蔡英家后来被新北市政府盯上 千坪急血 面积超标 缴了456万罚款 在台湾头保住龙脉 而在台湾尾的丰岗祖坟 蔡家仙人也是千挑万选 你这就是地理上所讲的 龙草细水线 九区护城河 抵抑外伍 OK啊 所以是最好的地理 谁会在这边烦扰啊 所以他的民调 一直冲起来 他现在主劍东风 一百公尺长沟渠 围着祖坟 九区护城河 取风纳水 假如明年一月天降甘霖 而沟中有水 水中有鱼 就是堪雨时口中 能让蔡英文 鲤鱼要龙门的东风 这是蔡家大团结 对台湾第一女总统的悬念 无好不好 来年揭晓 我们的家族很大 这应该是属于 我伯伯大房的这个事情 那即便是由 整修我们的祖坟 我不觉得跟这次 总统大学都不关系 纵观全局 李姓蔡英文也向来保持着 宁可信其有的弹性 就看选民 信不信由你